修行人要用无畏的精神 什么叫无畏的精神 能够布施出自己的时间 布施出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钱财 还有我们说法布施 财布施 还有无畏布施 这样你才能懂得 这种精神 你才能弘法 才能有真正的善良的意义 所以要懂 很多父母亲为我们小的时候付出的很多 就像师父现在为很多的弟子 想到付出很多 但是很多孩子根本没感觉 就像你们很多孩子从小长大 爸爸妈妈为你们付出很多 你们也是没感觉的 学了博之后才知道父母亲的不容易 所以学博一定不能受到外境的影响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自己内心要有一颗真诚的心 要有一颗坚定的心 要有一颗坚定的心 不要被境遇的变化 让自己的心也随着变化 很多人耳朵更软 就是一会对这个人好 一会对这个人不好 因为别人说他不好了 你就对他不好 你造成了他对你的伤心 因为你这个人被人家一说 你就变化了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不管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一般的人都是很难控制自己 很难控制自己 躲过劫难这一关 而我们学佛的人 不管碰到什么了 首先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观世音菩萨会慈悲保佑我们 我们是好人 我们是善良的人 菩萨会护佑我们 我们能够为众生付出 我们一定会消灾解难 因为我们有三大法宝 我们慈悲度众生 所以这样你才会有一个 内心当中的平安出现 所以希望大家要观心 观就是观自在 观世音菩萨的观 观心就是你经常看看 你自己的心啊 你关注下 看一看你自己的心啊 你是不是善良人 还是一个恶人 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的心要看住自己 不要让他看见有利益 马上就忘记了 什么叫慈悲 有名誉就忘记了 什么叫道德 所以师父让你们要懂得 不要自己内心随着外境 而产生变化 这就是师父的座右铭 不管外面有多少的欲望 你要无欲 你要随着自然 就是随着自然 你的心静如水啊 不管发生什么 水还是在照样的流淌 所以无欲才能自然 才能心如水啊 所以要平静 不管相处什么 都要处事不经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人有委屈了 有愤恨了 有嫉妒了 这些都是你身体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毒素 要把这些毒素 好好地管控一下 你有时候 心一松 毒素 就开始侵蚀你的机体 如果你用自己心中的正能量 它就不能进入你的身体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让这些嫉妒啊 称恨啊 烦恼啊 进入了你的内心之后 你会变了一个人 所以要学会调伏自己的身心 自己的心情 修人卢 修波罗蜜 一切都会过去 如同过眼云烟 如同沙滩上的脚印一样 当你走过沙滩的时候 留下了你的足迹 当你在回头的时候 一阵海浪 把你的脚印全部打完了 所以人生要心宽广 用智慧每天 冲洗自己的内心的毒素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这些毒素 给自己的灵魂带来污染 每一天要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救度众生之心 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保持一种清静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